同为大众眼中的电子厂,三星与富士康走的是不同的发展路线,但最近这两家企业,却都遇见了管理商的难题,让众多打工者心寒不已。 先是富士康被传降大规模裁员34万人,这是基层打工者随时贩卖不保的节奏吗? 有人说是因为苹果订单减少,富士康不得不通过裁员来控制成本。 也有人说是富士康使用人工智能机器人来代替普通工人,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,又可以节省成本。 但是在卫士兰高端猎头的眼中,无论是裁员还是进行智能制造升级,都代表了富士康作为代工厂,缺乏核心技术,无奈转型的现状。 而三星的问题比裁员要严重得多,其半导体工厂在管理中让员工接触到了剧毒原料,对员工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。 据悉,有员工在入职不到两年的时间内,便身患白血病,不幸于事。 而这些会进入工厂工作的员工,大多是正当青春的年轻人,他们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,一个个家庭也就刺破裂。 自11年前事发到现在,有数据统计至少已留320人因此身患重病,其中已有118人死亡。 而三星直至近日,财政事项因工作环境治病患者道歉鞠躬,并承诺赔偿。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,患病人工每人最高,仅可获得约92万人民币的赔偿,具体的还要根据工作场所,时常急所患疾病种类而定。 众所周知,三星电子是全球科技巨头,即是三,新手及在中国销量草弹,仅占据市场份额的1%,但是三星最大的优势,就是拥有次种和新技术,这也是三星得益在市场沉浮中领先的关键。 而富士康的优势,则是人海战术及高端的管理方式。 面临智能制造升级,富士康需要的是加快引进高端技术人才,掌握核心技术,提高资深竞争力。 而三星电子需要做的是引进高端管理人才,改善进程工人工作环境,完善管理方式,杜绝此类严重事件的得次发生。 出了这样关乎人命的问题,确实隔11年才见其道歉及赔偿,这样的处理速度,俨然不是三星这样的世界500强拥有的大家风范。 而对于三星的中层管理者而言,一方面是上级领导对负面消息的压制,一方面是下属及其家属的奋力维权。 交在中间的他们,除了周旋,又能做什么呢? 还有人自部门,在明智这些工人身体健康有巨大风险的前提下,仍在有人生病离之后爱心坏招心,是工作需要还是引燃对生命的丧尸麻木了呢? 而三星电子的高管们,又是真的不知道那些原料有剧毒,一旦工人接触,便有可能罹患重大疾病吗? 毫无疑问,三星电子并没有重视,并加强管理其生产线上现在的健康风险。 这是其高层管理团队,在管理上的职能学师,更是对其基层员工生命健康不负责任的表现。 该事件的主导者难辞其咎,必须有人站出来为此负责。 企业做得越大,高管团,对就越重要那么,问题来了,为什么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件,盗窃却整整持了11年? 这不就得不提三星在韩国的重要地位了? 三星集团是韩国GDP最大的贡献者,几乎差根于韩国所有的行业之中,而三星电子是三星集团旗下最大的子公司,又怎会亲密承认这样的丑闻? 要则身形相受损。 至于为什么这件事,又一次被摆在明面上呢? 只为施兰高端列头猜测,这可能与三星集团高层换届有关系。 2017年底,三星便公布了2018年新一任的领导班子,这届高层在2018年针对三星的巴价做出了不少的调整,如从中国撤裁部分工厂,开始重新重视销量惨淡的中国市场, 亦愈发不可折叠手机等。 而在政治和压力的面前,新一任高管层,可能更容易接受三星自身的负面新闻,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,受害者一个解释,并进行赔偿。 近两年韩国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,三星的电子和半导体事业,可以说是支撑韩国经济的中流抵柱之一,一旦倒下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 所以,韩国方面也不会放任三星集团在错误的道路上,越走越远自掘坟墓,对其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。 不管是富士康还是三星,发展到现有的规模,其一举一动,都影响着企业上下数万,甚至数十万,上百万人工的工作。 喜高管团队是怎样的风格,将会影响着整个企业的战略和风气。 原创作者,魏诗兰元丽兹 本 原创作者,魏诗兰元丽兰什么 千万 чем这种方法 杉尾 being 忘胀 第五条 Imperial 观 t düny 都